有類流感症狀 請記得 數就醫 保健康 蔡子欣 蔡理事長 我們還可以不用公會抗流感的病毒 疫苗都是十月以後開發 今年因為第一批要等到十月十五 所以等於是延後了一個多月 所以今年的客流感藥物抗流感藥物的使用 也少了一個月 那我們知道現在肺炎在十大時間排第三 所以是蠻多的 尤其是老人 或是一些高危險病的肺炎死亡的機會很高 所以你要預防這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流感的預防 那它就有兩個工具 一個是疫苗 一個就是抗病毒要如何使用 所以當你疫苗通常打了之後要一個月才會產生效果 那我們的疫情通常往您的經驗是在十二月底 一月的時候往上掉到高空 所以都是在十月開始打疫苗 那今年因為第一批疫苗要到十月十五 那老人的部分甚至可能要等到十二月中之後才開始打 所以在這個階段 抗病毒藥物的使用就特別的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我們副指揮官 還有我們醫師公會的廉政政理事長 還有蔡子貞理事長 一起大家來做這樣的宣導跟抗病毒 現在張外線大概有一半的醫療院所都有提供抗病毒藥物的使用 所以中央也把抗病毒藥物的使用條件有做示範的一個放寬 所以你只要一出現 淚頭感的症狀 發燒或是說身體倦帶 肌肉痠痛不舒服 趕快去就醫 因為這些抗病毒藥物是越早來服用 越能夠預防病發症的發生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呼籲 所以大概天氣開始轉陽了 疫情現在目前雖然還沒有開始往上飆 大家都要建立著觀念 有必要的時候就要來使用抗病毒藥物 這個是中央他疫苗的委員會的這些專家他們做的決議 當然是考慮到很多的因素 所以最後是在11月15時候會針對學生 國小國中的學生來先打 老人就是要等到12月中的前後 目前是流感的疫情它還是在一個比較低點 像最近這兩個月全國的重症大概是50例 50例在全國來講其實還算是個案數 並不算多是屬於散發性的病例 可是我們預期你現在慢慢天氣轉陽了 通常你到了12月開始它個案數就會墊覆 那尤其是你有一些慢性病發症 或是有一些本來慢性病的這些老人 其實發生流感感染跟重症的幾個更高 所以一定要在第一時間盡快使用抗病乳藥物 來減少流感的病發症跟後遺症 當然流行是每個月都會有淋漓新型的重症 但通常重症最多的時候 它會在年底跟明年初冬天的時候會最多 所以這也是希望說我們的這些所有的民眾跟醫師 一起來提高警覺 肺炎內疚菌它就是跟著流感疫苗打最方便 這兩支可以一起打 那如果說沒有打流感的時候 肺炎內疚菌只要疫苗到的時候 我們也會開始來施打 你單獨來施打也都可以 那中央政策現在一開始也會把肺炎內疚菌的疫苗 就是你全年只要疫苗在你都可以來施打 不見得說要在流感的時候來打 因為肺炎內疚菌的疫苗 它目前看起來打一劑是五年之內不用再打第二次 所以它維持著間隔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不見得要一起打 但是可以打的時候是一起打就打 它會有嚴重的變化症 我們常常聽到流感重症是一個會致死的疾病 那直到流感的話可能會產生一些像比如說病毒性肺炎 還有吸引性肺炎還有其他心肌炎也很直列的 那我們知道對於這些高危險群 尤其是65歲以上或是醫院部或是BMI 其實大於30個也要注意它會變成重症 那另外如果有列流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盡早就醫是一個政策 我們知道如果說有一些阻染的發燒 或者是肌肉痠痛 那可能就是要尽早就醫 我們知道流感有時候跟感冒很難區培 那尽早就醫的原因就是要讓醫師去判別說 到底是不是流感或者是說普通的感冒 我們知道一般的流感 大家醫師說很容易判斷 那個我們就這樣 一般變得很療數就好像感冒要死掉的感覺 那一般的流感可能要四五天可能會發燒 那普通的感冒或者是越流感的話 大概一兩天的發燒大概就可以解除了 那一般來感冒的話我們抗病毒的藥物 那今年特別批判了使用 那從十一月一號起我們就有公費的藥物 那大家剛剛有提到 今年四十六醫生組織 病毒株我們延後才 因為我們知道流感是每一年它的 菌株的形勢在變異變種 所以我們要分辨當年的菌株 其實是要等到別半久的流血往用 我們才能夠判斷今年要從哪一個菌株 所以今年的流感病的病後 最終到嚴重在這個地方的藥物 那這個是進國隊的時候 我們台灣自己的有進藥物 那這個是每天早晚各一科吃連性可能吃五天 那那個藥味大概大概 如果是滋味的話大概大概八百來一千塊 那其實我們在疾病管治署這邊 還是會很強烈建議我們用很瑞的殺 因為它是一個喜劇 相對來講效果不錯 也是因為它需要要比較好 因為它是吸氣要使用 所以有些人覺得麻煩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有多多標求醫師來開這個科學有感 那其實不要忘了 就是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吸氣只能好呼吸道 那對於這個慢性呼吸 另外虛疑是可以的 如果有吃氣管清爛的話 不要使用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是可以使用 但是效果不錯 那另外有一個針劑的 叫瑞肥糖 那這個一般來講 以前我們是用在中症的時候 才會開放工會 那目前也是一樣 我們在 黑警流感 通報病例的時候 才會使用 那當然一般如果是 離開這個醫院 還是有 還是有這個藥物 其實說這個藥物的話 就要用智慧使用 那智慧的藥錢 智慧的 費用大概是一千八到五千塊左右 那我想 以上 在張華縣這三種 我們所備的藥物都是足夠的 所以我請民眾 不用擔心這個藥物不夠 或者是我們的疫苗 不夠的問題 謝謝 有類有感症狀 請記得 素就醫 保健康